大家好,我是他帅,或者是个本集团,观战一把南极的园丁啊 打完一段时间,医生又来打园丁了,真的 这两个角色,在他手里面玩的就 你就会有非常多的期待啊 勘探武女前锋园丁,这阵容其实还蛮不错的 这边记录员带了个闪现啊 这闪现 我大好吧 这不是待会被勘探员前锋碰在地上捶 武女先来给你 砸一板子,翻个板子,加速 往前走,过来的话,勘探员在 这局抓武女倒是行 但主要是他带了一个闪现嘛 这个人怎么挂呢 武女一个八一盒,滑布啊 往前,很舒服啊 这个滑布滑的就很漂亮了 直接是进板子的,然后到这边 再卡这个点 你过来 反正你减速我这边 移速上面占优势 我就可以无限跟你玩这两块板子 都不需要下 前期的第一波牵制的话 武女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看待员这边中间 帮忙来保一手 这样的话武女可以进到下一个减速阵 好像直接够了 也不需要,他这边尝试去拉看待员吗 其实抓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抓这边的武女吧 这局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记录员走得很远了 因为他现在即便是行程击倒 也一定交掉这个闪现 他不可能说闪现留着击倒这看待员的 但你这个闪现交掉了 前锋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那不是天下之大为我祖尊 这前锋 这颗球不用玩 估计是不会走的 再吸一手 这个园 困兽 想抢窗没能成功 看待员 还有一块磁铁 手里还有个飞轮 有的东西太多了 这边还经过一个密码机 加了个速 前锋都来了 哎呀这前锋 前锋提前来也不错啊 这边的话可以看一下 到底你带的是个 不过这边的话 嗯取消了一个擦刀 前锋 躲 那这波如果说没有交出这个金身 应该是能够判断到这个 这个 看探员 应该判断到这个记录员是没有金身的 但是这波的话闪现没有的 哎直接顶金身 底牌切金身 我不救人 这波底牌交了 这波底牌交了 护须前锋来搞你 还是在一个金身的CD7的 所以这边前锋还是有操作的空间 我倒是觉得当时闪现铅会不会好一点 他可能觉得这边的话续盾 先过来无伤捞 捞下来以后帮帮卡 没有 夺命 扛没扛到 这边前锋过来搞事 记录员想要处理到这个前锋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至少我是怎么觉得的 这个前锋我就往这边一站 你记录员能拿我怎么地 圆钉这边的话还要来过来卡一卡 强行要摸一手 只要能拖到这开内约交自棋 我觉得这把穷者应该是救 来 哎呦我去赶紧翻 还行吧还有三分之一球 还能打还能打 核心问题就记录员在金身好之前你是挂不上的 你一定挂不了这个看待员的 这就是我开局的时候 就觉得他这边应该是要带个金身的面对这套阵容 这里的话金身是马上好了 等到你这边 哎 好的可以 那这段哈 圆钉这边起了个盾 把勘探员摸起来了 还是亏 还是亏 他这边还是得换挂 那么一旦形成换挂 勘探员后续 可以过来找一打架 这边武女还摸了个娃 两个人这边一起修机 怎么来算一下 剩余的密码机 武女这边娃娃操纵 然后本体过来救人 娃娃这边被记录 武女这边好像没有操纵 那这样的话可以记录一大段修机的一段记录 人先救下来 前锋这边有球 再换挂武女 看待员这边状态不好 过来打架 由于记录员的底牌已经焦了 他开门战仅有一个精神 我觉得不一定够用 不一定够用 丢块子铁 来 能吸到吗 没有能吸到 没有能吸到 机子差不多也好 差不多也好 前锋的话 等会儿 机械是挖起台机子 没人去补 哎呀路人局 他们不知道 这好像是这局的一个转折点 这台机子没人知道 现在没有人去补 前锋补的是外围的一台新机子 那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因为机子重新修了嘛 那么就等于说给到了记录员更多的时间 这边是选择追看待员 为什么不追这个武女啊 为什么不追这武女啊 追这武女 这武女可能 娃娃还用不了 哎呀 这局真的 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他当时真的 追这个武女的话 这个娃 还不一定能够把这台机子修了 前锋还在外面修其他的机子 这里的话记录了武女 武女利用娃娃把密码把门点开 这边再记录啊 门已经开了 那来不及了 那来不及了 确实挺难的吧 说实话这个闪现记录员 我觉得要战胜这套阵容 非常非常的困难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是该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